看著眼前這一幕真的好傻眼 海面上一艘漁船燒生火丘 火勢越燒越旺 濃濃黑煙不斷向上飄竄 海巡隊立刻出船救援 今天中午12點左右 在宜蘭投城外海龜山島附近 一艘漁船不免疫期火燃燒 現場火勢非常大 幾乎要將整艘船吞噬掉 站在遠處都可以清楚看到 龜山島的尾巴竄出濃濃黑煙 而目前初步掌握到 這艘岩神釣魚船案發當下 船上共有兩個人 已經有海巡隊的救起 至於漁船怎麼會突然起火 包含海巡 暗巡隊 仍在釐清當中